我们可以看到播客的课堂跟传统的课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在这里我将会和你一起来探讨这门课程来掌握这门课程 在课程开始之初我们先来了解课程的意义以及它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个产品都经过了设计和制造的过程 例如我们熟知的飞机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都是非常复杂的产品 有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 而这些零件也要进行设计和制造 然后经过装配成为产品 发动机是这类产品的重要部件 可以说是它们的心脏 作为动力装置 它的作用是要将其他形式的能源转化为机械能 因此发动机本身就很复杂 它的形式多样 一般情况下会有燃烧室、动力输出装置、控制部分、燃料输送等部分组成 以这款汽车发动机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形状复杂的发动机机体部分 以及油气管道和大量连接用的螺钉、螺母等标准键 组装好后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产品开发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经过一系列的步骤来完成 首先开发的产品是需要达到某个特定的功能 满足其性能要求 这一阶段也称之为确定产品需求的阶段 产品需求来自于市场的分析 通过收集大量信息 倾听市场和用户的声音 明确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设计的起源 接着就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构思各种可能的设计方案 寻找最优解 对于复杂问题 还需要应用先进的设计理念 模块化、划分、层次化、推进 提高产品的设计质量 这个阶段是概念设计阶段 也是整个过程中最富有创造性的阶段 选定了设计方案 就进入到详细设计阶段 在这一阶段 需要将组成产品的每个零部件的结构形状 大小尺寸 技术要求等都确定下来 有了这些信息 才可以进行加工制造 同时 我们还需要通过工程验证 来确定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那么明确了加工要求 还要通过一定的方式 来检验加工的零件 是否合格 合格的零件 按照要求装配成部件 产品 调试到满足设计要求 就可以作为成品 发送到各地 同时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交流表达设计思想 需要传递产品的信息 用于设计和制造 在概念设计阶段 我们往往用草图来快速表达想到的各种设计方案 方便的用于比较修改和细化 在详细设计阶段 我们要完成部件产品的整体方案 构建零件具体的结构形状 在现代生产中 产品的三维模型已经是较为常用的表达方式了 可以清晰直观地反映零件的形状 装配的顺序等等 还可以利用仿真技术改进产品设计 节约开发成本 在加工生产过程中 目前最常用的还是工程图样 例如装配图 零件图 在产品的设计制造过程中 图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设计表达离不开图 绘图事实上就是在思考 在设计 在创造 本课程的重点 是通过学习训练 提高形象思维能力 建立起形体模型的想象和构建 正确运用投影原理和国家标准 绘制和理解工程图样 并在项目式引导的课程设计中 提高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工程意识 并且提高团队合作 技术交流 综合应用和实践能力 下一讲 我们就重点来讨论论 工程图样的作用 及组成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